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儿童染疫人数已直线上升 金门县府开出第一枪 宣布从3号开始到13号 全县所有国小幼儿园 托英中心和安庆班 全部采取居家线上学习 学童不用到校上课 我们小学 包含小学以下的这些学校 目前有9所的学校 因为疫情的影响 停课或停班 受到影响的学生 已经超过整体这些学童的半数 为了保护没有打疫苗的 12岁以下学童 县府和各校校长教育单位 讨论后决定全面采取线上上课 家长看法不一 但也有家长觉得不太方便 对此金门也推出新政策 针对有要在家照顾孩子的家长 如果是线属单位员工 可以采取居家办公 非线属单位的受雇者 为了鼓励雇主给予代薪照顾价 只要雇主出示公司员工两周内 有代薪照顾价的证明 限服每人每日会补贴800元给雇主 金门疫情升温 全线都绷紧神经 只希望新政策能保护幼童安全 防堵校园疫情继续扩散 记者李俊龙 葉宇娜 金门报导 旺旺水神是微酸性电子 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 作用之后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所以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他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 可以享有优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